我們很多謝李偉儀,還有郭醫生,還有教授,還有萬必 他們分別對我們今天這個論題發表了意見 我稍微做一些回應 第一個我要回應就是今天周一樂早上在商台 做節目講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 以及在門口遇到有些中港家庭請願的事件 我希望大家明白,現在的制度是什麼呢? 現在的制度就是,你是內地人,沒有香港身份證的 你就不可以享受,在香港生孩子的時候 就不可以享用香港公共醫療設施 過去的做法就是付錢,三萬九千元公立醫院 很多人就去私家醫院生,養和二十日,給得出就二十日 這麼多有錢人,大陸是吧? 想在香港拿居留就去生 私家醫院呢,他一直是加你價的,你給得起就去生 但你要用公共醫療設施就不會給你的,這個是很正確的 就要付錢,這個我們是不會反對的 很簡單,你不要影響到我們本地的人父沒得生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資源缺乏 因為前線的醫護人員不夠,我們本地的孕婦 他們連產前檢查都可能受到影響 就不要說他們生孩子,是吧? 但是任何人,你帶肚,臨盤,你可以去急症室的,你知道嗎? 那麼你沒有產前檢查,這個是很危險的,是吧? 那,譬如你,有些內地人父來了香港,就等了,等完 一破這個,這個洋水一出,急急去醫院,然後急症室 他一定要幫你接受這個分娩的,一定要幫你做的 但是就非常危險,是吧? 那我們現在要說的是什麼呢? 香港人的內地配偶為什麼不可以享用香港的公共醫療設施? 你說,哦,都是大陸人 那你老公是香港人嘛 那你說,哎,你不要在香港,不要在大陸娶老婆 娶老婆,娶老婆就有得生了,這樣也行,是吧? 是吧? 還有我們香港女人呢,一個女人生不到一個兒子 在過去一段時間 你知不知那時候,早前呢,未爆棚的時候呢 你,那些內地人父來香港生孩子,磅水呢 那些公立醫院有錢賺,一個賺五千元 他想賺這些錢的,大家賺不到啊 沒有那麼多醫護人員,現在問題在這裡,你明白嗎? 所以根本解決的問題,你就要多些醫生,多些護士 建一間獨立的磅浴醫院,磅浴醫院是生孩子的 你知不知,記不記得現在沒有了這間醫院呢? 你磅浴醫院開回來,那就搞定了,大把錢賺 喂,大陸那些人呢,一定來生的,十匹都生的,公立醫院 我告訴你,他給得起就好 那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為什麼香港人的內地配偶沒有得生呢? 不准呢? 那現在你給錢都沒得生啊,是吧? 但是我們希望就是說,香港人的內地配偶都可以跟其他香港人 即是說,那些配偶可以用到這個公立醫院的設施啊,是吧? 公務員還是公務員 公務員 但是,我沒講啦,OK,你上來講啦 我那天在立法會問他一個問題,你告訴我,我問醫管局的人 如果老公是公務員,他老婆是大陸人 你香港生孩子,可不可以用公共醫療設施免費? 他說可以 喂,你老美,大家都香港人 即是你公務員英俊一點 對不對?你一天就反正一刀切 連公務員 他是香港人 他內地配偶都不准生 對不對? 你不是嘛,你分階級嘛 接著他解釋給我聽 公務員呢,他有另外一套福利制度的 那他去公立醫院生呢 那我就可以啦 那你就另外在公務員的福利制度撥錢給他生孩子就行了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公道 你不是嘛 你一樣用這個公共醫療的設施 好,第二個問題 去年一年 內地的孕婦來香港產子 大概是六萬幾個醫生還是多少 總之比例就是這樣的 如果他老婆、老公都不是香港人 那些孕婦來生子呢 就有成三萬八去年 然後呢 香港人內地配偶就只有六千 你明白嗎? 那我們說你不要一刀切 這六千撥了出來 那些 他兩夫妻都不是香港人的 就收他錢 對不對? 都不肯 好了,我再退一步 現在排今年年底要臨盤那些 有六十幾個 八十個 我給這八十個生 可以不可以? 都不可以 明白嗎? 整個就是這樣 今天去跪他那些就是這些 幾十個 大哥 那你是否可以著情給這幾十個去生啊 所以這個政府是不仁不義 我現在告訴你 是政撼家產來的 所以我那天在立法會罵到他 仆街 我們香港人 有很多人很愚昧無知的 你不要來生啦 挖散我們的位 喂 那他老公是香港人來的嘛 兒子生出來是香港人來的嘛 對不對? 喂 那個香港男人 喂 他都有納稅的嘛 是不是啊? 所以你多不公道 還有他佔的比例是遠遠低於 這個就是說 內地孕婦 他老公不是香港人那些 是不是啊? 那些貪官的老婆啊 情婦啊 是不是啊? 那些有錢佬的老婆啊 那些他給三十萬都給得起啦 來香港生兒子 對不對? 所以啦 你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知道這個政府 何其不仁